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大学 我自己生活费和学费 都需要靠自己专学 压力很大 各种见证我都做过 让我比童年人多了一份试验能力 和独立思考能力 生活总是让我们变体鳞伤 但是到后来 那些让我们受伤的地方 一定会成为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洪川贵女 22岁安徽人 沈阳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专业 哈喽大家好 我叫洪川贵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 我经历过两次重大变故 第一次是在高中 第二次是在大学 这两次重大变故 让我的生活和我的思维方式 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高中开始 我一个人辗转了三个城市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可以用四个点来概括 第一 补课班老师 第二 地推 第三 销售 第四 微商 我想特别感谢五个人 在我的生命中 这五个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来到非你莫属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只有一个想法 我希望寻找一个集体 我希望为这个集体 创造价值 注入积极的分子 同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集体中获得更好的成长 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您好 给擦一擦 太激动了 你这衣服本来不适合扎在里面的呀 对吧 你这有一荷包嘛 对 对吧 你刚才说五个人 你也没说出来哪五个人 你要感谢的呀 我知道你会问的 好吧 第一个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彭老师 第二个是我的高中室友 第三个是我的宿舍阿姨 在高中的有一段时间 我无家可归的时候 是宿舍阿姨 她收留了我 包括过年的一段时间 和她一起包饺子 让我体会家的味道 所以那段时光真的是非常的难忘 第四位是我的老总 第五个人 是我的高中室友 她王立丹同学 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包括金钱和一些想法上的沟通 谢谢大家 大家在听她 要感谢的这五个人当中 似乎听出了一些端倪 就是她的家庭相对于复杂 对 而且这上面也写 生活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事 是父母离异 对 但这上面的家庭成员 又写着爷爷和父亲 对 你是跟着父亲 对 对对对 你的母亲是 因为什么原因跟你父亲离异 在一岁的时候就离异了 她也没来看过你 从来没有 哪怕是悄悄的 都没有 悄悄的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我是没有看到 你怎么笑这么开心 没有 我一激动我就容易 你是用笑声来演示吗 没有演示 问得多了就 对于妈妈从来没有见过这件事 你感觉到有个缺口 我不觉得她是一个缺口 因为我还年轻 如果我想见到她的话 我知道她在哪 因为我爷爷跟我讲过 说 不忘生物 没有妈妈就没有我 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 那你跟你爷爷之间关系很好 对 我这上面写 爷爷的医药费都是你来承担 对 今年 从今年开始是我 爷爷什么病 脑工血不足 你哪来的钱呢 兼职 兼职 打工 她挺自立啊 她一天干四份兼职 哪四份兼职 这当时写了四份兼职 其实是不值的 有多少坚持 说来听听 让咱们开开眼 固定的坚持就是长期的 刚刚我说过的补课班老师 还有销售 新农方大理 只要是能赚钱的大理 我都解 不固定的呢 不固定的呢 就特别多了 我认识一个东大学姐 自己开了一个卖早餐的店 我就帮她负责南区这一块送早餐 那么就是按点来计算工资 一个点十块钱 我是这样想的 我八点二十开始上课 七点到八 八点的话 又没有其他的兼职可以干 那七点到八点 一个点十块钱 那不赚白不赚的 你这么能赚钱 你赚多少钱 我能养活自己啊 还要养活爷爷是吧 对 没余下点钱 目前没有 所以我就过来求工作呀 川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好 如果说你把你的时间 比如说像取快递啊 送早餐啊 这些其实是对你的职场将来 不会有太多的帮助 如果你把你的这些时间 集中在一两件事情上 有没有可能你的产出会更高 而且能够留出更多的时间 比如说去看电影啊 看书啊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大一大的时候 我做的一件事太简单了 根本就是只要我愿意去做 我就能做 那么其实锻炼不了自己的能力 所以从大三开始的时候 我逐渐把一些小兼职 就是能做就做 如果不能做的话 我会更多的有想法 去往一些主要的方面去靠拢 目前我主要在做两项 第一个就是新东方实习 第二个就是我的微商 那这两个成绩怎么样呢 挺不错的 目前来说 因为我在沈阳嘛 沈阳比较老 我就卖围巾啊 卖围巾的话 因为我刚 这个月的话是第二个月 卖的收入还不错 能直接说多少条 然后多少钱吗 近收入是两千 两千多一点 卖了多少条 就卖了就是 没计算过 两千元多少条大概 大概有 看一下 二十多条吧 二十多条 差不多 营业额是多少 营业额是两千多 那利润呢 不是赚了两千多吗 利润的话 利润我前期做了很多活动 应该是只有几百块钱 大家疑问的就是说 你做微商做了这么久 按道理来说 你在生活当中 是个金打细算的人 你每一样生活支出 你都要靠自己 所以你对数据 应该非常敏感 为什么你卖了围巾之后 你的销售量是多少 有多少条 利润是多少 你对数字不敏感的 为什么 我在做微商 其实我自己 给自己定义为微商 这个并不客观 因为我做微商 它其实没有 经过系统的培训 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团队 就是自己 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你今天来应聘 是应聘教育 我观察了一下 我所有兼职 都跟销售和教育有关系 销售还是教育 我觉得都行 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没有要求 必须要有要求 图里老师给我点意见 因为如果说 按照我一个人来说 我要想在北京生活下去 请您帮我计算一下 我要多少 我可算不出来 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是80到120 80到120 对 但是今天这个舞台上 是有人拿到比较更高了 对 所以的话 我觉得你其实 在回答问题上 有一点纠结 而且的话 你对数字不敏感 所以这个球 我一定还要踢回来 你必须要自己去做决定 现在有想法了 300 一天 这么高 多少 我计算过 我来北京一个四天了 每天生活费最低是100 我要存100 还要给我爷爷100 你来求职 是拿你的能力来换薪酬 你要说你要300 你要说出 我为什么值300 而不是我为什么需要300 我做过销售 如果说有一家销售企业 需要我的话 我是能够在上个 销售是靠低层 不是靠底薪的 对 我是能做得好的 你其实上场之后 你讲童年经历 我们其实很同情你 而且不光同情 还很心疼你 然后看你居然一滴眼泪没掉 我很佩服你 说实话 我看了你是学人力资源专业的 你为什么没有选择 做这个方向的实习生呢 HR的话 要是赚钱 急于赚钱 人力资源也一样可以 你可以到资源公司 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 我只是给你一个思路 人力资源是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对人的感悟 你导来的所有磨难 对于你来说都是财富 但是白亚老师 我认为说实话 我看这孩子 我认为他缺少同理心 就你说他没有掉眼泪 包括我在目前 跟他所有的对话过程中 他几乎是处于自嗨 我说实话 他并没有真正 让我们每个老板 和他完整的 他是在掩盖一些 他身上有个坚硬的壳 他要保护自己 但是你要做人力资源 我其实还很好奇 我的这些老板 你都熟悉吗 我有点见识 看不清 那你知不知道 哪家哪个老板 是哪个老板 我知道咖啡之意 尹峰 知道他吗 不知道 刘家勇你都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平时不看电视的 你就认识尹峰一个了吗 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 他是一个 其实很大条 心不细的 你像我们参加 这么久的飞机魔术 你写的意向企业 其实这里的 这个人从来没来过 飞机魔术 谁啊 他写的新东方 刘家勇说的这一点 我确实 你来飞机魔术 是自己报的名吧 你为什么要来飞机魔术 我想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就是大一大二的工作 一直是在沈阳 接下来的话 我希望就是 在其他城市工作 你希望在其他城市工作 跟到飞机魔术 有什么关系呢 宋美磊魔术是一个平台 是个平台 那你平时看飞机魔术吗 我看了 看了为什么 你只认识尹峰一个呢 因为 我对他印象最深刻 好 即便是你对他印象最深刻 今天你是最后一个应聘 你也应该了解有哪些企业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就是很可能会有人去准备 准备的东西 这是准备吗 我今天到了来应聘 12家企业 我心里好歹有个数四五家 我能叫得出来的 你 你现在真的有一点像 刘家勇所说 你自嗨性 你完全没有同理性 你我们在这说问题呢 你还在这找理由 今天一天有很多人问我说 你今天印象的企业是什么 刚刚在微信上也有人问我 我就说我没有印象的企业 谁给的钱多我就去哪 你觉得此时此刻在你的人生当中 钱是最可靠的对吗 对 如果说现在没有钱的话 我就活不下去 对 钱是最重要的 钱能够给人安全感 所以你反反复复说 在北京我计算了一下 生活成本是多少 对吧 但是现在已经不比的 像当初在学校的时候 你没有选择 但今天来你是有12个选择的 你应该学会选择 你要选择对于你来说 更能展现你价值和前景的企业 难道不是吗 其实这个平台 它是个双样的选择 就是有很多老板 那边有很多人应聘着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把我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 你的意思是你只被选 对 我没有资格选别人 不是没有资格选别人 我只能说把这一次 当成一次经验 但是以后的话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我还是不会去咨询 我其实今天对你希望挺高的 特别励志的一个女生 这么心不在焉 应变 就是图里老师说 你对现场的公司 有没有一定了解 这个说实话 我确实没了解 就是说自己可能经验不足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强调 每一个选手 就是在销售自己 如果销售自己 他不清楚 他被销售对象的 在推销自己 他肯定记不全12家 这我知道 但是至少45家应该知道 上面有哪些人 坐了一天在这 推销自己都那么不认真 你怎么能推销企业的产品呢 你在找工作 这有什么工作 你都不需要 对啊 你去一个人才交流市场 招聘会 四五十家 哪怕是你手上 点了几家 写了几家 哎呀 有哪几家我要去的 你都知道啊 至少行业应该知道啊 对 我觉得大家先别急着 去指责 因为有的时候 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他所经历不一样 好多我们认为 非常浅显的事情 我们都懂 可能他并不懂 或者没有想到过 恰恰是一个人 长期得不到选择的理由 总是被选择 所以他更渴望去选择 对 今天给了他 这样的一个机会 即便他不能理解 我们也得教会他 在你有能力的情况下 你可以选择 更适合自己的命运 如果你不选择 那你就只有被选择 你自动放弃了 自己的权益 我再问你一遍 不要跟我说 北京需要多少的生活费 凭你现在的能力 你认为今天到这来 最低的薪酬 你能接受多少前一天 两百 两百 给他一个掌声啊 他有进步啊 有地狱的限制吗 没有地狱的限制 如果说今天灯全灭了 我下台去的话 我还是可以去实地 考察一些企业 然后做好充足的准备 争取面试成功 说得好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过流 没事 还有三男的 天生唯有才 来 把职场测评题拿出来 假设你是一个大学生 想在某门课程上得优秀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 却只得了个及格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A 制定一个详细的学习 并决心按计划进行 B 决心以后好好学 C 告诉自己在这门课上 考不好 没什么大不了的 把精力集中在其他 可能考得好的课程上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C 扬长弊短 C选项的话 我同意后半部分 不同意前半部分 不是说没什么大不了 只是说 可能到了一定的时刻 确实需要扬长弊短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这道题考的就是你 做事情的一个计划性 选C呢 那就是很现实 就是马上 我要过眼前 我把后面几颗考好 其他事情我以后再想 其实所以也没什么问题 接下来它是一段 英文口语展示 我没想到你会来这段 才艺展示 来我们看看 非常的简短 那其实是半英文半中文 一直以来我非常的困惑 如果说你的英语口语 只会简单的 I am I like 这样简单的话 你如何流畅地 跟别人表达呢 直到有一天 在地铁上 我遇到了一个黑人小伙 我们交流了三分钟之后 我发现 整场的交流过程中 我只能记住他的三句话 就是 Someone like this Someone like that And someone like you 后来回去的时候 我就琢磨了一下 这三句话 我发现 这三句话 让我想到了一个技巧 就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只要掌握一招 那就是同一个句式 你只需要重复三次 然后换掉后面的关键词 Someone like this Someone like that Someone like you 所以给我一个方向 我就能进步 给我一个 台阶我就能进步 谢谢大家 她的这段才艺展示 还真不像呢 她还是一个知道 该怎么样去幽默的一个人 还不错 对吧 还不错 还不错 陆老师 咱们先稍等一下 我觉得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没问 其实就是关于销售的 一些具体的能力 咱们之前的时候 也给一个选手 出过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 你要把一把 很妖艳的伞 卖给我 你会怎么办 大哥您好 我想问一下 平常你喜欢摄影吗 还行 还行是吗 摄影的话会需要道具 那平常的话 您是在室内摄影 还是户外摄影呢 平时就是 出去旅游的时候拍一下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摄影 那么这里 就是我给你一些 就是建议 摄影的时候 如果说带一些 准备一些小道具的话 会让你后期拍摄出来的照片 特别有效果 旅游的话 我不喜欢带那么多东西 那么我们这里的这款伞呢 它是非常的 就是可以折叠的 非常的便 就是便于携带 我觉得这把伞太花哨了 不太适合我这样的人 不太适合您这样的是吗 对 呃 呃 外表朴素的人 都有一颗闷骚的心 哈哈哈哈 可以了 差不多了 其实我觉得不错了 其实我觉得 他开篇是开得不错的 真的比那女生好 强多了 一点都没让人觉得 他要卖伞 对 他呢 你失货 莫名其妙就转到伞上面去了 对 失货就失货在哪 就是最后面 他说 他不想带东西 他也不需要道具 其实这是他的两个痛点 是的 你要直打他那两个痛点 然后不要跑题 你就不打这样那种点 避开了 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 就别跑题 他在这个卖伞的这个过程当中 呃 就是用了很多的销售技巧 我认为这个小女孩 这个销售能力还是有的 啊 做销售 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太翘了是吧 嗯 还是得骂 第二轮选择 虚口流 好 还有两盏灯 来 我们直接进入 谈前不上感情 来 来 请揭晓 150 200 你们俩先说一下职位 对 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我们的销售港 这个是我们线下招商加盟部的 招商加盟的专员 给你的销售港是C端的销售港 先从店面销售开始 经过沉淀才会把你转送到B端销售港 就是加盟授权经理 好 CFG欢迎你 你对这样的薪酬还满意吗 满意 满意 嗯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啊 哦 我想问一下 呃 我的上升空间是什么 我们所有员工的原则就是上升空间从来都是上不封顶的 这个看你有多大的能力 公司一定会给你提供多大的空间 盈域是CFG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干部的活 就是整个系统从一个店面开始到一个区域 甚至到整个公司各个部门的每一个岗位的营运都要懂 好 把另外一时展灯亮起来 有没有超过两百一天 好 把灯都灭了 思考一下做出最后的选择 是没有 咖啡之一 悠慢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咖啡之一 今天的收获有两个 就是涂雷涂老师跟我说的 我不是一味的被选择 我也可以自己主动去选择别人 在选择别人之前我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二个就是 我对咖啡之一 印象最深刻 就是很高兴能够加入这个集体